世界杯是四年一路的大盛会 它是仅次于奥运会的国际盛会 但是受关注度一点也不输给奥运会 这就让很多人很多国家非常的注重世界杯的参赛 甚至是冠军 当然想要获得冠军还是非常的困难 强如巴西也已经16年没有触碰到大力神杯了 所以说并不是球员们不想赢得世界杯冠军了 实在是非常困难 不过在历史上 意大利总统莫索里尼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他是法西斯的创始人之一 统治非常残暴 在什么领域都要争夺世界第一 在凶狠程度上 他丝毫不熟悉特勒 在1934年的世界杯 意大利获得了主办权 莫索里尼看到在自己家门口举办世界杯 深知射赐世界杯的重要性 如果意大利能够夺冠 无疑会增加这个国家的信心 会让他在政治舞台上也增加信心 于是为了能够激励球员 获得本届世界杯冠军 莫索里尼下达了死命令 表示如果意大利球员无法赢得世界杯冠军 那么球员就应该当做牺牲品被枪毙 就这样球员们在赛场上拼了命的奔跑 互求抢球 最终他们成功捧背 逃离死亡的命运 如果说那一届意大利为何能够获得世界杯冠军 那大概率归功法西斯的 那一年的决赛是意大利对阵奥地利 而奥地利克场作战 身后没有强大的国家 自然要放水了 并且历史上也表明1938奥地利就被法西斯所占领 何况那一届世界杯南美球队都没有参加 包括上届冠军物拉锥 所以这也能算世界杯历史上冠军含金量最不足的冠军奖杯 对于球员来说 那绝对是救命的冠军了 当时意大利的主帅曾说 如果他们愿意为意大利而死 那么他们才能为意大利队踢球 这也向球员们宣示了那种誓死如归的精神 要说好胜拼命 这一场将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比赛